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2日 今天美国之音发表了两篇文章 谈到了立陶宛的 一个消息是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21号 和立陶宛的外交部长 叫兰斯伯格斯通了电话 双方达成共识 美国是坚定支持立陶宛 双方协调行动 帮助立陶宛 抵御因与台湾发展关系 而遭受中国压力的立陶宛 因为立陶宛是个小国 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个国家之一 位于欧洲的东北部 北边是拉脱维亚 东南是零的俄罗斯 南是波兰 人口才280万 还不如我们老家大连打 面积6.5万平方公里 因为是小国 那长期就受别人欺负 是吧 这些大国都给它施压 尤其是俄罗斯的 就是前苏联的 所以说这篇文章讲到 以前回顾着立陶宛的历史 1918年在独立 创建立陶宛王国 39年二战爆发 那么德苏签订了互部 群犯条例之后 立陶宛遭到苏联军事占领 随后被吞并了 化柔这个苏联了 那么呢 到了1988年底 初改成改名为立陶宛改革运动的政治组织 叫萨油 祭祀成立了 所以率先否定前苏联吞并立陶宛的合法性 更在90年打了第一枪 让立陶宛成为一个实现的民主 脱离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 正因为它有任何经历 所以这个立陶宛呢 你别看国家小 它这个在民主价值方面 那它是坚守 非常坚决 正因为这样 所以和这个中共就发生了冲突了 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据路特社的报道呢 立陶宛外交部 周日发了一个声明说 立陶宛和美国最高外交官同意 中国单方面对立陶宛施加的激进行动 其政治压力完全不能接受 声明没有详细说明 双方协调行动的具体内容 具体内容肯定很详细了 如果中共欺负这个立陶宛 美国不会做事 至于说怎么不争做事 你再看看之后硬碰硬 干起来以后 你看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 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中表示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压力 布林肯强调了美国与北约盟国 及其欧盟伙伴立陶宛的坚定团结 为什么中国和立陶宛翻脸呢 就是因为台湾在立陶宛设了一个代表处 因为他要做一些业务 他就准备在立陶宛的首都叫威尔纽斯建个代表处 这样中共就火了 立刻就召回了大使了 闹情绪了 然后还把对方大使驱逐了 双方现在僵持在这里 僵持不下 所以说这个情况是非常的 形势非常的严峻 到底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立陶宛呢 肯定是给我的感觉 立陶宛是非常的坚决 因为以前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不错 特别是2012年 你向习近平推动中国和中都国际合作 也就是16加1合作机制 成功的把立陶宛和其他十几个国家连在一起了 中国还提出要在这些国家开辟什么交通网 建立波罗的海 亚德利亚海跟黑海的三经济圈 所以立陶宛感受到了美好的前景 两个国家的关系正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 直到2019年开始转变了 为什么转变 责任就在习近平 习近平心胸狭窄 格局太窄 就是为了香港阿海那么一本小书 习近平和他的亲人们那本花边新闻的书大弄 国安委跨境抓人 先是抓了王建民 在那之前是搞出王建民案件 王建民之前搞了陈宗书舍的案件 然后接着就铜锣湾四街 这些东西造成香港老百姓恐慌发展 发生了香港反孙宗运动 反孙宗运动这些宗旨 这些价值观 立陶宛肯定认同 因为人家自己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证明了是吧 是什么知道这个民主好啊 所以他肯定赞成香港 所以不光是立陶宛 还有欧洲很多国家都站在 中国的反对派这一边 包括一些国家的政要都发表观点 谴责中国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就因为这样把这个中共就得罪了 一路走下来 我上次讲过了 你看这个台湾的选举 六合鱼选举的时候 韩国瑜差点上来 什么原因不就是香港反孙宗运动 导致了蔡英文声誉确起 韩国瑜败围了 中共多年搞台湾要仿效香港一国两制崩盘了 未有信息的 那全员习近平专制政权统治造成了 如果他看香港那些媒体有报道 出版这些书就不要当回事 包容 言论自由嘛 就是人家批评批评出版一些政治八卦 赚点钱了 是吧 如此而已 随看了也不会完全相信你的书讲内容 是吧 一半这一半讲 你比如那个书里讲 这个习近平说是 第一次到美国去就和美国间谍联系 完全是胡扯 那什么可能呢 随看都是一笑 但是你要允许它存在 是吧 因为那个阿海 他是个生意人文化书上想赚点钱吧 你像他在那个巴提亚岛买了公寓生活过得那么好 在香港出版书赚的钱是白花花的银子 是吧 就我还对他还是了解个一二 我不太赞成他那种写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有这个言论表达的权利 有一种谋生的工具 习近平看不透这个 他心胸狭窄霸道 这意思是阿列索法 已经整个崩盘了 崩盘以后又不承认自己是做错的 所以习近平所有的事都是由什么言论造成 你看那个武汉肺炎不是吗 打压李文亮的言论 如果包容的哪能蔓延全世界 铜锣湾事件也是一样 是不是啊 那个王建民在深圳就是出版两本杂志 家族在深圳结果就被抓了 是吧 这些案件都说明什么 说明搞文字欲导之的 那你立陶宛是一个如此的有精力的国家 那肯定站在这个共产党的对立面了 结果就促弄了这个专制极权统治者了 尤其是允许台湾建了这个代表处了 那大弄了 双方就僵持在这里 尽管对中国的决定感到遗憾 立陶宛表示会坚定的发展与台湾的互惠关系 人家不怕 因为什么美国支持 另外他自己的国家价值观和美国和这个台湾对接 说中国是民主的台湾是其主权范围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资金今天的报道讲 他说美国则是台湾最大的国际知识者及主要的武器的提供国 就是现在这个台湾这个也不可能像以前还要搞什么九二共识 要学习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 这东西已经完蛋了 就习近平 按着东北话讲 穷卓 卓到最后以后 这个什么都完蛋了 一国两制也完了 蹦爬了 基本法也没有了 现在变成香港变成一个 动不动就可以随便抓人 一个老百姓 人人感到恐惧这么一个地方了 你想香港变成臭港了 越水越习近平 台湾渐行渐远越水越习近平 立陶宛的关系没搞好 越水也越习近平 那没有办法了 谁都看了这里 所以美国复国卿谢尔曼 8月13号曾经致电 刚才讲的外交部长 叫立陶宛 叫兰斯伯克斯 重申在立陶宛 因与台湾发展互利关系 遭到中国的胁迫时 美国对立陶宛表示坚决的支持 所以这个事是非常地 一连串的一个反应 接下来如果中国还是僵持不下 那立陶宛有可能不仅是挺住 而且欧洲还有一些国家学立陶宛 那中共基本上外交就彻底崩盘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看立陶宛不可能改变态度 今天美国之一发表这篇文章 他做了很多的举例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 举得非常好 他就讲这个立陶宛 国民怎么看待立陶宛这个问题 他就讲一个48岁 叫林一连的这样一个女士 在立陶宛首都长大 他说立陶宛人的民主和价值和信念 不容置疑 因为他自己的家族就走过这段 被强缺并吞并的惨痛经历 他说呢 1940年当立陶宛被苏联群战的时候 他爸爸 他的父亲年仅18岁 就被无缘无辜的抓起来了 这个文做了牢 所以林一连上美国之一说 有很多人被抓了送到西伯利亚 或者其他偏远的俄国 从前苏联的地方进行改造 他说我爸爸也是 我爸爸跟他的妈妈两个姐姐 他们四个人 突然有一天被苏联的军抓起来 说他们要离开立陶宛了 林一连说 当时社会地位高的家族 首当其松 成为流放的对象 他的父亲在西伯利亚 被监禁了八年后 偷偷地返回了立陶宛 你想他这样的经历 对他影响多大 他怎么可能赞成专制 赞成你在香港搞这套东西 他肯定是站在 反送中运动的学生一边 立陶宛的政要 是代表老百姓民意 所以说他不可能改变 如果中共不松手 不退缺了 退缺的话 立陶宛不可能退缺了 不要以为有经济利益就能收买 也不要以为国家大就欺负人家 是吧 你可以看出是有什么状况啊 本人认为啊 很可能有些国家像学习立陶宛 像瑞士瑞典 像都倒向台湾了啊 直到和台湾正式建交 那中共就完蛋了 然后从联合国家踢出去了 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 门一关就在里边整天斗吧 说你愿意当毛泽东 你就当吧 看看毛泽东晚年的时候 那个结局啊 你就知道很可能 习近平不倒台 中国的明天就是那样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南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